今天我来协助大家理解的呢 是关于政府补助的 其实一开始最主要是政府补助 那因为后来采购法在2022年的时候 有稍微修改一下 那所以我就想说帮大家也讲一下 政府采购的可能要注意的事件 但其实政府采购相对于 政府补助的执行来说 其实是相对简单很多的 所以今天比较大的时间就是 讲一下目前疫情之后的纾困方案 那还有包含采购应该需要注意的事项 然后最后呢 在比较大的幅度是讲到政府补助的地方 那我觉得在我的理解里面 这件事情在执行的时候 它其实大家在规则都很简单 但是呢在执行的时候 要怎么样的去比较有效 或是比较有效率的去跟政府沟通 或是比较能够顺利的把这件事情完成 是我觉得实际上在执行这件事情的时候 比较重要的地方 那所以我在讲的时候 也会针对这个部分去进行说明 那大家因为这个课程 我觉得每个人在这个执行的细节中 一定有不同的理解 所以我会希望大家在这个内容里面 如果觉得这个部分没有问题 那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或是其他实际上遇到的状况 我觉得都能够欢迎提 那个随时提出来 我觉得这样会是比较有帮助 前面其实就是我们事务所主要经营的思想 那我个人的话 现在在做的事情 基本上就是所谓的商务律师 因为现在我职业的过程中 除了一般的诉讼案以外 我最常处理的还是公司商务法务 然后还有身为信用公司 或是董事监察人的身份 需要遇到的问题跟内容是比较多的 那所以在企业经营的过程中 不论是可能小智董事会之间 可能有纠缓 或是大智公司对外的契约审查 或是寻求投资人这一类 都是我目前在职业上 比较常经营的事情 那这个是我们事务所 主要在经营的项目 那在疫情其实之后 像刚刚一开始跟处理长又有聊到 不管是我们在开会 或是我们企业上的经营 因为疫情的关系 其实都有不效的变化 那在疫情过后呢 其实也还没上过 那就是在现在这个疫后的情境里面 政府主要他现在需要协助的事情 大致上分为我现在简报里面的第三点 那这个这九个部分呢 是目前如果大家有兴趣的时候 透过政府的单一都能够发现的 不管是读住的内容 或是现在的政策计划 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可以很方便 在统一窗口 跟来进行甚至是线上的办理 然后还有相关的文件传输 可以直接帮我点一下那个连接给大家看 现在申请的窗口大概就是整个东西 就简单拉一下就可以 就是目前我在简报里面都有附上连接 如果有需要的话 这个简报都可以提供给大家 那因为是用PDF的格式 所以在网址都是可以 大家在使用的时候都可以直接点钱 所以不会感到很困难 或者没有就还要复制铁商 那在这个窗口里面 大部分第一个就是关于申请的资格 那就是资格里面原则上就分盈利事业 还有税级登记事业跟小规模商业 那后面我特别其实要讲的 就是盈利事业大家都一样 都是用公司登记有统编 这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加上亲人朋友是经营 例如说小吃店或者什么的 其实也都是在可以被补助的范围 那这个资讯就是提供给大家 不见得说就是只有线公司行号 或者是有同编的公司才可以申请 那在营运困难上 我今天会讲比较快 因为这个毕竟不是今天讨论的重点 那在营运困难上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前期跟后期相比 如果你的营业额有15%左右的差距的时候 其实你就符合能够提出 这个数分贷款 或是这个数分计划的资格 那他其实这个表看起来很复杂 但其实很简单 原则上就是几乎都可以 只要你能够比较说两期的数字拿出来 差15%以上就OK 那有一些人可能在企业经营上 他没有做一个很完整的资产负代表 或是做一些所谓税务相关的报表之后 其实有一些我们现在在实际经营的时候 他还是重关认定的 只是原则上只要够清楚 那不是说临时编制的 只要有这样子的报表出来 其实就OK了 那原则上现在的数分贷款分三种类型 一种是就有贷款的延长期限 那另外一种是利息的减免 那还有一种就是以周期性 资金性的支出 那这些就包含说能力 这边其实我像就像我刚刚说的 他前期跟后期相比的时候 认定的规则非常的宽 所以只要你在例如说前一个年度的 其中一期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前一期 例如说去年九月跟今年九月 有一个数发落差 那就可以 他就认单月 然后也认双月的平均 然后也认下半年的平均 对 对其实没有关系 所以我说他这样子列的方式 虽然看起来很复杂 但原则上你们可以理解成 只要那个数字拉出来 有少数发就有可能 不管是单期对比 对其实是 其实是 没有说 那这边也是 简要的资讯说明 就是贷款的额度 然后还有他目前 通常贷款的陈述 大概是这样子的 大家有个印象 那有需要的人就欢迎去 尝试申请 那开始进入今天比较重要的部分 也是今天主要要讲的其中一个范围 在政府采购在 在112年 所以大家有一个印象 这已经修改为15万元 以下才是所谓的小额 原本是10万元 这个大家要有一个想法 因为很多派系人员到现在还是会在执行的时候习惯上 或者是那种说公务单位的学校部门 他们在执行的时候还是非常习惯用10万元为标准 但其实今年开始已经是15万元了 那区分15万元 所谓的小额跟一般的差别 在于说小额采购15万元以下的时候 公司的人员 采购人员跟派系人员 是可以直接进行像厂商采购的 那当然我们这边都是制服业者为主 所以在跟公务单位 那个沟通的时候 其实就第一线小美角度出现了 就是如果是单纯老物性 或是小小的商丹工具 或是相关很小额的器材设备使用的时候 其实可以跟公务厂商说 在15万元以下 不用走公开招标或是政府财购案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会比较愿意说 只要有沟通上没有问题 然后产品技术也沟通没有障碍的时候 15万元以下是一个非常简便的实行方式 就是一般公司 就像一般公司对公司的财购一样 只要有签契约执行其实就可以了 那到15万元以上的时候就必须比较麻烦 有分四种 第一种其实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方式 待会我会再另外说明 那大家原则上通常理解都是公开招标 选择性招标跟限制性招标 这个大家如果有在执行业务的时候 一定会很常听到说 公务部门就是要分这三种方式 那可能有一些是说 大家依照他们的习惯 用他们习惯的做法 那有一些就是会去请常提供说 那我们现在用什么方式 如果我们比较没有经验的话 那所以对于第一线的人员 其实理解很简单 我的习惯也就是用这种比较白话的方式 让大家知道怎么样去理解这三个笔子 公开招标原则上就是 所有人都具有资格 只要在政府公开开标的页面底下 领标的那个页面的时候 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同 那原则上就是价低者得 那这个问题 其实大家如果有经验的时候 一定会说 那公开招标 其实是很难用的东西 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保证 这个来投标厂商 它的品质如何 所以它就是很单纯的 自私化的 用一个最低价投标的方式去取得 所以其实公开招标并不是 除了营建跟工程业以外 其实并不是一般公务部门 常见的使用方式 比较常见的使用方式其实是 选择性招标跟限制性招标 那选择性招标 怎么理解它 那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 政府公务单位会分两个 一个就是它会直接开启一个 公告厂商的招标流程 然后这个第一阶段公告厂商的招标流程 目的就是要去筛选出我前面讲的 通过筛选或符合资格的厂商 它是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先公告去招标 说我们现在要一个符合资格的厂商群 那么要用这样的方式帮大家拉个群 那这个东西完成了之后呢 在这个群里面 未来可能一个一个年度 甚至到两个年度 看那个招标条件的设定 可能这两个年度内 关于同样性质的采购 就是反复从这个群里面去挑选 它就不再公开 就不再另外招标了 它就是拉这个群确定出来之后 那就在这个合格奖商里面 反复的去实施 有可能说我现在上半年执行的是计划 然后需要多少额度 那在这个群 合格的资格厂商群里面 选择出来之后 下半年它就不会再这样做 它会直接从上半年 已经选好的厂商里面去执行 那所以最重要的就是 其实我觉得以目前执行的 常见的状况来说 尤其是公务单位 可能是例如说中小学校 或是说像大学可能通常量会大一点 但在比较小额的时候 其实很多学校都是从符合资格的厂商 就直接去选取 所以很多厂商在加入的时候 会觉得很奇怪 有招标 但是我们走没资格 那其实问题就是出在这个选择性招标的 这个流程 所以在这个地方 大家要注意的事项是 大概每年度 尤其是12月左右 那还有3月每一季度的结束前 那扫一下可能有需要符合的 我们可能厂商有需要投标的对象 去扫一下他们有没有公告 那这个公告通常一公告之后 这个群一拉大概就是一年左右 通常的惯性就是这样 所以大家如果有真的需要这个需求 发现自己的商品 自己的产品 或是服务是符合这种公务部门需求的时候 那就要养成习惯 定期少一下 那尽量在符合投标时间内就能够投进去 那可能未来这一年就会省事很多 那比较麻烦的是在于说 这个公告的厂商 他所公告的内容 并没有一个统一窗口 所以大家变成是要各自去找 自己需要投标的厂商 那可能例如说台北市政府 那台北市政府辖下 可能各个学校 那也许有一个窗口附地 可是他还是要透过台北市政府的管道进行 那也有可能是其他的 那中央部门又是中央部门 另外其他的部门 其他的管道 那大学也是 所以大家要去 要下个功夫 我觉得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要定期 然后去不同的单位 各自去找到投标的页面跟窗口 那限制性 你说 他政府来公网是一部分 但是他并没有涵盖所有的内容 那有一些招标的页面 会是甚至是在他自己学校 例如说假设是学校 是在他自己的页面会有个单位 尤其是在符合资格的这种选择性招标的时候 他有时候会那个时间比较短期的时候 他不见得会一定都会在那个 所以我是建议大家还是要各自的去收取 会比较保险 那限制性招标这个特定厂商的话 他不见得是说一定要有什么资格 就是在跟大家理解上不太一样 他比较像是一个特规 就如果今天有什么需要特规的东西 那其实他是先由厂商 可能才在开条件 对 那所以如果对我们支付厂商的角度来说 在限制性招标的情况下 那就会变成是今天谈好金额 谈好价格 那这个技术服务 这个特殊的规定跟要求 如果都讲好已经符合了 这个时候反而是这个公务单位 配合投标厂商去制定投标的资格 那这个并没有什么 这是一个很现行实际上很常见的方式 所以他并没有什么说 好像我们特定给你 所以是可能有弊端或什么 大家不用想太多 他就只是一个 在符合公务部门需求底下 避免还要再浪费时间 一个比较有效率的方式 那比较特别的就是 这个公开取得书面报价或计划署 那这个东西在法律的规定上 它是十分之以内 那就所以是15万到150万 因为150万以上 原则上是一定走上面三项 那在15到150万之间的时候 还有多一个选择 就是公开取得厂商书面报价 那这个就比较有点像是 我们从校园出来的习惯 就是大家做powerful 做简报 那针对自己的服务内容 做计划去做 然后去说明说 我们的优势在哪里 在跟别人的不一样 或是我们提供的服务 跟别人的差别 那我们的优势 有可能是说 我们价格比较低 这也是其中一款 那也有可能是 我们提供服务的公式比较长 又或是我们提供的软体服务 它的执行上是比较稳定的 那有这样的数据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提供 不过这个在 食物上使用通常比较少一点 因为它有一些限制 例如说 它要取得的是三件以上的人投标的时候 它才会用这样的方式去进行选择 那如果不到三件的时候 那还要另外再去走第二次 或是其他的路线 然后还要再请委员 或是他们内部要有一个平易委员会 去做一个报告说 为什么我们选这个 所以它比较不是一个很常用的情形 那在政府采购跟政府补助 这边拉出来特别讲的是因为 在政府采购实际上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它原则上呢 就是像我们一般单位对单位一样 它就是一个私契约的概念 但是这边要特别说 为什么有所谓的在讨论 公司公法性质或司法性质 或所谓双接理论 它讨论的这个理议是什么 那我把这个拉出来讲的是 因为有时候会遇到一些 呃企业老板他们会问说 曾经跟某个公务单位讨论过 那这个契约执行说 也许有一点问题不太愉快 那他们会 他们的问题是说 为什么有时候他们在进行后续 例如说可能真的打官司了 比较就是没有办法走到一个 很好结论 这打官司了 那这个过程中 呃为什么有时候 我听到律师在讲 我们是去行政法院 为什么有时候 又跑去一般的法院 他们其实不太理解 这个流程的差异在哪里 那有时候会 一些老板们 他们没有办法那么去细致的 去知道说 这个诉讼的流程 或是过程是怎么样 那所以我就在这边 想说把这个特别拉出来 给大家一个概念 是说其实是真 就我们的政府采购法 它规范的其实分两个部分 就当你如果感受到 或是某个决定 某个环节 在我们比如说投标 申请完了以后 只能等待公务部门 给予回应 那或是告知 有没有得标的时候 这种情境 原则上就是 比较列入公法的情境 那如果在这个情境里面 真的有纠纷的时候 那就是走行政法院的路线 那如果呢 是跟一般采购执行 就像一般公司对公司的时候 针对这个品质 觉得不OK 针对数量不OK 那针对这个部分的真实 那其实就是回归 一般公司对公司的 司法 我们所谓的司法行为 那就是契约的内容 规定怎么样 真的有纠纷 那就是用这个契约的内容 去做履约 或是相关的诉讼 那这是我们所谓的司法性 所以其实简单讲 它的救济 我说确认管辖法院 跟救济管道 其实说穿了 也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这样的流程里面 它的差异呢 在招标审标绝标 就是我刚刚讲 比较有公法性质的这个部分 它原则上第一阶段 如果真的有不舒服 有什么不愉快 要做什么 就是先跟这个厂商直接联系 跟这个机关 就是这个公务部门 直接做联系 那公务机关 它原则上会做 第一阶段的回忆 那这个回忆 具有我们所谓的 书院的性质 那它就是接下来 通常是走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 再做第二阶段 那最后 前两个步骤都走完了 才会走到第三个阶段 进行认法院 那讨论的内容呢 真实的内容是什么 那最常见的就是 招标的程序 不合法 那这种时候 例如说你今天去投标 你发现说 像刚刚的选择性招标 在这个群里面 原则上 既然它开的名目 或是选择性招标 结果你发现这个机关呢 它没有从已经拉好的群里面 去做选择 那这个时候 就是所谓的招标的争议 又或者是说 在这个招标的过程中 至少要有三家 才能符合规定 那它可能只有一家投标 那既然也绝标了 那这种也是属于招标 所谓的争议 那这种时候 就是公法性质的 那原则上 就会走上面 这个第一点的路线 那再来就是 依照一般 如果公司对公司 履约的争议的时候 那就是走一般的处理路线 通常对公务机关来说 很少走到法院的 除非是说在单方上的 契约的内容 是例如说到 它的品质 甚至是 它在执行的过程中 提供的文件 有可能是伪造的 这种情况下 通常还是比较常见 进到法院的部分 那不然原则上 都是以调解 或是在 仲裁机关的时候 他们会下一个决定说 那不然我们怎么样 比较好 就是比较像是 一般大家在 瞧事情的时候的 这个流程 其实在 关号一关号二的时候 就会把这件事情解决 那到关号三 那原则上就是 找律师 或者是要针对 这种出送的内容 去做比较长时间的增值 那当然金额比较大 也是一个考量点 这个地方 大家有什么问题 就简单区分一下 为什么有时候的路线 是不一样的 这样子 给大家一个这样子的 想观念跟想法 那这边我就 都刚刚 其实口口都有带到的 我就直接过去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再看那个奖金就可以 那有一个部分是说 在 这个是纯理论 在观念上 那我想说 那 为什么在 既然都挂了 政府采购 那有跟 有政府 这两个字的采购 跟一般民间的采购 总是应该有差别 那其实我想给大家 观念是说 在政府采购的部分 如果有包含到 法律规定的那种 例如说 你一定要依法行政 你开标的规则 依照政府采购法 要执行的 诚实信用原则 还有你在选择厂商 得标临口的资格 有没有具有公平性 这些其实 对我们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政府厂商的角度来说 其实我们不用管它 因为它规范的 其实是 开标的那一个公务机关 所以大家其实在这个部分 就只要说 反而是 大家的理解很简单就是 公务机关 它需要接受到的讯息 是比较高的 它那边自己去走 它自己合法的路线 完成了 其实对我们政府厂商来说 我们就是正常投票 正常履约 其实就可以 那这个也是一个 比较好的 我把它拉出来讲 就是很多厂商说 虽然律师刚刚这样子说 好像我们只要 如期履约就可以了 可是怎么每次出包的时候 都好像有一种 厂商上新闻 不是公务机关上新闻 的感觉 被抓出来编的都是厂商 但其实 大家在听我刚刚的论述中 其实你们就可以理解到 如果我们这边 支部厂商这边 我们提供服务劳务契约出去以后 我们就是照着我们提供的 投标的时候的条件 跟金额 还有合约的内容 进行旅行的时候 就算最后过程真的有问题 例如说其他厂商也不开心 去检举 说这个可能有什么问题 那只要我们有正常领约 原则上这个问题 不应该会跑到厂商这边来 它原则上还是 这个公务机关 这个部门 它自己有没有受到限制 合法的去做决标的流程 那即便最后发现 它在决标过程中 真的有什么问题 但是这个并不影响 我们正常领约以后取得的权利 这个观念大家OK吗 并不会就这样子 并不会因为公务部门 如果他自己单方面的 有什么样不合法的决定 而影响到后面 我们已经完成领约的内容 原则上是不会的 所以如果有公务部门 已经甚至 尤其是在执行完毕的时候 跑过来跟老板们讲说 我们这个其实 招票问的 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诉讼 必须要暂停执行的状态 如果是暂停OK 可是如果已经完成的时候 原则上对方 是不能再把这个契约解除 所以不用担心 原则上是不行 如果这个 就是这个契约已经执行完毕 例如说你已经 把相关的 例如说软体设置 软硬体的设置 都已经完成的时候 原则上 他们是不能再撤 所以并不会有什么 就是只要招标流程不合法 一定都是厂商的问题 这种事情 大家其实是真的不用担心 但前提是 没有关锁行为 或是其他违法行为 就我们厂商这边 就是很单纯的投标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好 那这边我一样有放一个连结 这个东西呢 是提供 比较偏向是提供给 各 你们 来宾们自己公司里面 各个单位的法务人员 或是其他 他们需要的时候 可以从这边进去点选 那像我 例如说提供到什么 老务类型的 或是服务类型的 不确定自己 例如说新设计的这个产品 是不是符合政府采购法 或是招标相关规定的时候 都可以从这个连结里面去进行 检索 它其实检索出来的内容 我觉得是还算蛮简洁的 那这个就是给公司内部人员使用 这个部分是我 主要觉得政府采购 实际执行上 比较会遇到的状况 那大家有没有针对采购的部分 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或是问题 需要自己处 那我就 继续进行到下一个阶段 相比政府辅助类型呢 相比政府采购 它其实相对的单纯 因为政府辅助 它原则上就是所谓的公把手 它就比较没有司法手 那差别在哪里 刚刚政府采购 我们在执行的时候 原则上在得标之后 剩下的都是履约的问题 只要得标之后 剩下的都是履约的问题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只要依照契约去旅行 那这个契约的旅行 跟股数类型呢 我就先讲一个大前提 那个差别在哪里 在政府采购的旅行的时候 原则上厂商有自己决定 怎么旅行的权利 那例如说 跟硬体软体的架设 都有相关的时候 那有可能你今天的工班 或是你今天的工程师 排班上 他可以觉得说 今天不然先去设置硬体 然后再去处理其他东西 就这个先后的顺序 其实在政府采购的执行上 厂商可以自行决定 但是在补助的时候 这个观念就完全不一样了 在政府补助的时候 他在计划书里面 都会有固定的流程跟KPI 那原则上都是要照着这个流程跟KPI走 他的先后顺序不能改变 那这个就是工法跟司法 在不同的行为 在执行上的时候 一个最大的差别 工法行为原则上就是 上头怎么讲 我们怎么约定 原则上只能照着走 这个就是如果成工法行为的时候 比较需要要有的想法跟观念 那目前我们补助的计划类型呢 我稍微点一下这个网址给大家看 它目前的整个中央 中央类别的整个窗口 现在在这边 那当然还有不同的 例如说各地方 县市政府的窗口 各自不同 那这个我原则上是先抓出 就是窗口稍微就是拉一下 它这边就是有分不同的服务面向 那我的简报里面 也是帮大家把这些面向拉出来 那因为原则上 我们都是制服厂商 所以我们通常比较使用到的是 我特别挑选出来的数位创新 或是数位新创的部分 但是其实还包含了 很多其他的环保 就像环保啊 民生啊 人员啊 这些类别 或是基础 金属机工这一类的东西 那除了那个 目前县市政府的窗口以外 实际上执行 在刚刚我点选的那个内容里面 它比较 这个我放完 就刚刚那个类别里面 我有帮大家把跟补助相关的类别 已经挑出来了 那实际上比较 我看了一段内容 我觉得实际上现在比较容易申请到的 应该是第三个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三 那一跟二 它比较像是一个去兼具辅导性质的 例如说你们有什么想法 或是最近有什么新的计划 那但你们还在一个比较初期萌芽的 发展阶段的时候 一跟二会是比较 会比较符合这个阶段 但是它就偏辅导 那这个偏辅导的差别跟单纯补助就用不太一样 因为辅导的时候 它是会另外再请业者 专家去公司里面访查 或是进行协助 有点像企业顾问这样子的类 那到第三点的那个SBI 才是比较典型的补助计划 就是单纯由我们支付厂商去提出 我们现在的需求 那我们针对这个需求 我们怎么进行 把这个计划书写好之后 然后去进行申请补助 那这个补助也就是针对你提出的计划内容 就金额大概最高一半给予补助 那晚点我会把 因为毕竟我们律师保密很重要 所以我还是隔了一段时间 把我们早期已经完成的计划 我有拉出来 所以晚点大家会看到 我曾经处理过的内容 那可能包含契约 可能包含政府审议给你们的函 大概那个样子长什么样 我都会给大家看 那在刚刚我讲的 概观念上比较白话的方式先讲完 那实际上在公司法执行 公法契约在执行上的时候 然后最重要的部分我也还是用比较粗黑碟子给大家看 一指示履约 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刚刚有提到 那在政府采购的话呢 就不是指示履约 是一约定履约 这个观念就不太一样 那在后面 人家就会讲说 那约定履约 我自己可以调整我执行合约的方式 那我在执行这个补助计划都可以吗 其实还是可以 可是内容很瞎 原则上能够调整的几乎都是情势变更而已 那什么叫做情势变更 就是执行的内容 例如说遇到突发的状况 又或者是说 例如说我今天是研发 那这个研发的过程中 可能开发的期程不如预期 那这个时候 如果有发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就可以去跟主管机关说 我们的这个开发状况有点状况 开发的时间可能要往后挪 那所以我们的计划时间 能不能也往后挪 这个其实是可以 原则上是可以 那再来就是 大家也 后面我也会再比较详细的补充到 就是关于契约 如果跟政府补助型的契约 如果解除或中止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的差异 那原则上呢 只要解除或中止 计划费用都会缴回 只是缴回的范围不同 这个我稍后会再用 契约的文字带大家做解释 那第四点 什么叫做 因为有时候契约里面都会有这一句 那很多人对这一句的理解 会觉得这个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第三人 是否执行 有差异 那这个部分是说 因为所有的计划 就像是一个工程类 他们可能会再转包 或是给委托其他人处理 那这个时候 委托出去的这个厂商 他就是所谓的第三人 那很多人是说 如果我今天的计划 执行到一半 我决定撤掉 不错 那这个计划 他我已经有部分的金额 给付给第三人的时候 那可不可以 那会不会受影响 那原则上是不会 只要你给付出去的金额 原则上也不会再被撤回 所以他这句话是说 缴回的款项 不受是否给付第三人 而有差异 那我说 刚刚那样的讲 大家可能会有想法是说 这么好 所以我只要都委外 交出去就不用了吗 不是 他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 你已经给付出去的金额 是你跟他的关系 你给付出去了 你没有办法再跟他要回来 但是政府跟你要的时候 你还是要交回 这个才是这句话真正的意思 所以大家不要误会 所以就是你原本的计划 我这一端 我是支付厂商对政府 我相关要处理 回复的金额 是我们的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我有其他 我也不要转包 跟其他厂商的时候 那是我跟另外一间厂商 先的其余的事情 互不影响 所以他并 我们换句话说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主张说 这些钱我已经给 另外一个厂商了 所以我没有办法再交回 是不行的 没有这回事 你该交回 依照的这个内容 原则上还是依 你跟政府补助的 这个合约的规定去处理 那这个是真的很常来问的时候 他们对于这句话要理解 那行政契约原则上 是得受强制实行的标的 这个大家应该通常 不太会用到 但就是如果真的有遇到 什么状况了 那有不履约了 厂商呢 放在那边也不想管了 那通常在最后的最后 公务部门他就会用强制性条款 对要求说要把该交回的内容交过 但这个不常见 只是说大家要知道说 怎么好像都没有经过官司结束以前 就已经先被执行把这些钱要回去 然后那个流程上有点不同 就是他能够强制执行动 所以他是有可能在诉讼经营过程中 他能够以这个契约作为执行名义 直接要求你把剩下的余额交回 那后面如果有进行其他的诉讼 那这是一个政府单位比较单方保障他们自己权利的方式 那最后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我的计划时间结束了 是不是就结束了 其实并没有 因为大部分的合约 我大概也会给大家看到 大部分的合约都会有说 在计约结束后 某一个年限通常是两到三年 会有一个期限 你要在这个期限内 把这个计划的内容 如果有随时需要 那通常是真的很好的计划 那通常才会需要说 可不可以再过来为我们去做说明 这个是一个好的方向 说明或是为我们去介绍 或是作为广告行销使用 那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你要保留 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你要保留 你目前跟这个计划相关的内容 然后在这个内容里面 目的是什么 如果政府有其他单位 包括法院或什么 他们在继查的时候 那你就要把相关的文件寄统出去 不能说执行结束以后 不做文档的保留 然后就直接消除 这个是绝对不行 对 那再来 这个 其实都是一些很基础的观念 但只是说 所谓是什么叫做契约的全部 那这个就是 申请有一个计划书 计划书来以后的内容 其实未必跟审定函完全相同 那审定函来了以后 也正式会在签 会在下一个行政处分 那这个三份的文件里面 可能会针对计划书里面 还有需要增加的条款 在审定函或是行政契约书里面 那这个时候 都要把这些相关提到的文件 当做是要契约旅行的一部分 就是这些都是我们讲好的内容 不能说我们计划书里面 没有写到的 后面 即便取得审定函之后 我们也认为说 那个计划书里面没有 不关我们的事 不行 只要是审定函行政契约书里面 有讲到的东西 即便是单方的 例如说 我待会给大家看一个 就是审议委员同意了 审议委员 他们有针对这个计划有建议 那他们这个建议 写在这个审定函里面的时候 也是厂商需要旅行的一部分 不能说 我再强调 不能说它不包含在计划书里 就不做不行 那这个就是剩下比较细节 也是这样 尤其是我现在写到这个 很重要 那些暂时期限 很多厂商其实在计划书 政府补助会很容易出现的问题 就是这样 通过之后 就会觉得 好我通过之后 我就可以拿第一阶段的钱 那拿完钱之后 有可能厂商有时候 他的想法 就是觉得 我只要有第一阶段的钱 我开始这个计划 我就后面 我就比较不管了 但是其实呢 政府的计划补助 通常是分两到三期 第一期原则上 它的金额其实不会太高 那也目的就是希望大家 照着计划书的期限 尤其是期末的期限前 要能够把事情计划完整的完成 才能够完整的拿到所有的金额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以我的经验 通常在结案报告以前 大概要一个月 因为结案报告的制作 例如说你整个期限12个月 那我说结案报告前的那一个月 是指在第11个月的左右的时候 建议就开始制作结案的计划书 那把相关的会议记录 需要依照计划书规定 制作的内容 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就先 在这之前就先完成 这样子在收到政府 应该是说 在才能够有办法 在契约正式结束前 完整的 完整的去把这个内容 跟政府说 我们现在在这个时间 确实完成了 然后再进入最后申请的 审议的流程 结案的流程 那因为这个过程中 很容易在文件上会有缺露 所以我抓一个月的时间 就是在这一个月前 不是我们自己制作 在一个月前 就需要跟政府的承办人员 确认结案报告 需要的内容有什么 那需要的格式是什么 这样子去做 才会比较有机会 真的是在期限内 把这个结案报告去做结束 这个是一个 大家很容易忽略的地方 那再来有一个 第六点这个部分 特别提出来来讲 是因为我们 其实平常我不会特别 去提醒大家这个点 但是因为我们 毕竟是制服厂商为主 那在制服厂商 比如说这个产出的成果 公务部门有份 不会 但是他们通常会依照 这样这个产品 或是这个服务的内容 去做应用 例如说他们就会提出一些要求是 这个服务如果真的 这个新研发的技术 真的是蛮好用的 那他们会主动的去 因为会希望能够最大化 每一个来申请补助 我们毕竟给了钱 他们的角度 从政府工部门角度来说 毕竟给了钱 所以从他们的角度 他们会希望 除了补助以外呢 如果我在企业的厂商 其他来找大家 进行其他方式的合作的时候 那这个内容 有可能他们会想要 我们去申请的这个厂商 进行协定 所以他们会有一个 要应用的场景会出来 那他们那个条款内容 为什么要这样子定呢 会让大家定的 会像啪啪的说 会不会我因此 会让我的相关的制裁权 有遗传的情形 那其实不会 他只是项子写 来让未来 他们有需要要求的时候 他们有权利去要求说 希望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一起用 或者我们可以给某个 特定的合作 在合作的情境上的时候 他可以使用 但是这个无关移转 可是换句话说 在制裁厂商的研发里面 他有可能会影响 这个产品 在市场上执行的布局 或者是说 他真的具有比较高的机密性质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大家就要考虑 到底要不要去申请这个补助案 因为在这个补助案的时候 他如果有这样的要求的时候 原则上就像我刚刚讲的 你必须领约 即便它是一个附带的条件 你必须领约 但大家要想的就是 虽然不会移转你的智慧商权权 可是有可能会影响你 这个研发 或是这个创新产品 他问世的时机点 那这个是大家要考虑 好 那再来 我觉得下一个更重要是第九点 我觉得第九点 其实是我觉得 在这一次讲座里面 希望帮大家建立的一个观念 因为大家知道 现在其实员工不好找 那来来回回 其实也很容易出现 员工离职啊 或是交换的替换的情况 可是在这一类的计划案里面 如果承办人员在 随时在跟承办人员联系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很完整的去 进行说明你进展的流程的时候 其实对于在 应该说公务部门在 给钱的这个控管的情形 我觉得影响是很大 所以我会非常非常建议大家 在这种情况下 只要有一个政府补助案的时候 尽量设一个专案里面 那他就是在 甚至是说他就是一个 同时期可能接三到五件固定 依照公司的能力搭配 但是至少要让这个案子 从开始到结束 尽可能的 是由同一个员工去进行处理 包含文件的整臂 文件需要的内容去调整 那这个是我觉得 要能够顺利执行完毕 政府计划一个很重要的点 不然通常都会出现一个状况 就是承办人员要求的内容的格式 一开始都很OK 可是到后来结案的时候 他就说都跟先前一样 但是他们在看先前文件的时候 不晓得一些文件整理的 没没交交交到底在哪里 甚至他们会不晓得连 实际上印出成为文本的时候 连盖章的位置其实都是固定 那如果都是同一个厂商 那同一个员工在处理的时候 我觉得这一类的问题会小很多 因为只要文件被推 来来回回重新装定 那都是一两个礼拜的事情 很容易会超出审查 最后例如说结案的时候 会有一个审查的报告 会有一个审查会 那很容易会超出那个阶段 所以尽量让一个知道状况的员工 能够完整的去执行 这一个补助计划 我觉得是比较保险的一件事情 特殊需求这个比较不常见 不过就提醒大家说 因为现在跨领域的产品 还是蛮多的 那有一些时候 尤其是包含医疗产品 有时候他甚至是说生气产品 他只能是特定公司使用 那即便 例如说我遇到一个状况是 他是做所谓简体的资料 生物资料 但是我们人类简体 比如说协议 这一类 就是人类身体衍生的简体 那他需要的 其实有包含了资讯服务 因为他要做 这个简体的分析 然后分析完之后 跨领域用其他的 资讯内容跟资讯软体 去做规档 或是去做分析的时候 那他其实是 一个可能会被医疗 或是一个生物特殊规定 包含的 产品内容 但是 他来问的时候 他只是一个 他的营业项目里面 就是很单纯的 软体厂商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时候 建议在申请资格的时候 要确定一下 如果这个产品内容 涉及特殊规定的时候 那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通常发生在 就像我刚刚讲 包含领域的部分 有可能我软体厂商 只是单纯觉得 我就是做这个动作 符合你的需求 但是可能会忽略到 这个在执行 这个产品的内容的时候 他实际上 经手的这个data的内容 其实有可能是受到限制 那这个部分 大家要留意 那就是跨领域 尤其是跨领域 那如果就是很单纯的 去做软体的开发 这个其实没有问题 到这边 大家有什么想法 或是想要 遇到的情境 需要回归的 后来其实他比较好玩的是 他因为他没有办法 因应这个场景 再去做设立 甚至是他 因为他有一些 做出规定的时候 他也会有资本 所以设计的太 变更登记这些 我觉得他设计的内容太广泛 所以他最后的做法是 请合作的厂商 说明这个data的归属权在哪里 用这样的方式去切割 这个data的缩续 那像例如说 他那个厂商就是在 他提出一个证明说 虽然在使用的这个内容中 可能会包含 可是包含简体 什么他的保管位置 是在他自己的公司 并没有去跑到 软件公司那边去 用这样的方式去做切割 更分析说 这个data其实无关到 这个特殊现实 是用这样的方式 所以后来有结案 因为可能 毕竟那个案子的 通常金额 有一个很好玩的现象 金额比较高的 比较好强 比较有机会去 去调整 因为公务部门的角度 他们会觉得 这个金额 如果真的出问题的时候 他们要担任责任 会比较大 所以反而是小额的东西 其实你会发现 公务部门 不太愿意去 再花时间 或者去特别去管 但是金额越大 他们反而有在 谈判的空间是比较多的 那这个不一定成经验 那那个案子要多少钱 那个案子有到禁忆 对接近 那再来就是进入一个 比较实际的阶段 原则上在 就是这个部分 就是比较 实际上执行的流程 比较细节一点 实际上要做的事情 原则上在 政府捕捉案呢 给大家观念 至少有分四个阶段 然后这四个阶段里面 第一个就是受理 再来就是审查 审议 最后就是管考 那我接下来会针对这四个阶段 需要注意的事项 简单的跟大家说 那参与补助的资格 原则上呢 它就是 几乎规定都一样了 我比对了至少 七到八种不同类型的补助案 那我列出来的这六点 几乎是所有的补助案都有 所以大家只要在这六点内 能够符合没有问题的 这个阶段就可以提出 那像前面我们有讲到 那个疏困方案 有一个15%的那个 含量比例嘛 那在这个补助案类型里面 其实就没有这样的限制 大家不用担心 它比较像是一个 希望锦上添花 那刚刚疏困类型呢 那就是血重重弹 所以状况不一样 那比较容易遇到的状况 是哪一个 其实我第一个讲 其实是第三个欠税 所以有因为有时候 它那个欠税的问题 是出在不是负责人不讲税 而是出在后面被要求补税 就我原来说 我正常讲税 那可是到后面补税的期间 的这个流程有一个间隔 那到我申请计划案进入的时候 在审查的时候 也有一个间隔 所以有一些时候 在补税的东西来 那一定的期间内 你没有补政府内部 它会出现一个需要补税的记录 但是你可能前面先申请 那这个要注意 因为这个如果真的被发现的话 还是有可能会直接被撤 好那再来第二个比较常见 而且是近期说真的 近期越来越常见的 就是所谓的入资企业 入资企业因为现在的在政府 没有说很严格的限制投资的情况下 入资的企业的投入 其实是满 这个频率其实目前已经满高了 那所以这个是我后面 我大概会接着讲的 我也是目前现在真的比较常见 突然被发现原来自己不符合资格的情况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样子 就是因为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 针对入资的规范 有做调整 那很多企业其实还未必来得及做因应 那调整的重点就是 它是从我们原本是从 综合资股计算法 改为分层认定的计算法 那这两个差别是什么呢 我待会下一页会说明 那另外 我觉得比较麻烦的是 在这一页最下面 这个具有控制能力的认定调整 以前在具有认定控制能力的时候 其实很简单 简单的说就是董事会 普通会就这么简单 但是修改之后 具有公司能力 他已经把它调整成 包含所有旗下 具有 比如说你们可能 公司的规模比较大 有区分不同的部门 那不同部门主管的决定 只要 部门主管决定之后 董事会依照这个决定 就会继续执行 那这个部门的主管 也会等于下设的决策组织 大家可以理解 只要董事会原则上 照着部门的分配 去进行执行 原则上只要 部门决定了就执行 那就会进入这个阶段 也会被匡列在这个内容内 当然这个要怎么证明 或是被证明 这个是另外一个事 这也是我们在诉讼上 常常见的真实点 但是大家就讲 就依照理论上 原则是这样子 所以大家要多注意 如果真的要讲 回避的方法的话 我觉得就是 在内部的时候 程序上设定一个流程 还是以董事会为 就是以董事会 做决定为远 不要把相关的 内容决定下放到 其实到第二 或是第三层的时候 原则上就还是 以第一层为原则 做决定的时候 比较不应该去衍生 这个东西 或是要反过来 被证明这件事情 那另外一个 比较常见的状况是 但这个在食物学理上 还是有争议 但是是曾经被证明过的 就是它是不显明 什么叫不显明 是人头董事 实际上不显明的董事 是物资 但是人头的董事 是一般台湾企业的 那这个也是证明 跟非证明的问题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情况 在现行的规范下 还是会被认定制物资 即便它是人头 例如说 曾经实际上 有被发现的是什么情况 就是在会议记录上 那可能他有作为关系人出席 那在这个出席的情况下 那他也留了说 他希望的做法是什么 那董事会也照这个做法通过 那后来呢 有办法被证明 这个关系人 他实际上就是所谓 我们学理上讲的 影子董事的话 那现在也是会符合这个内容 那这个就是执行上 大家要多注意的地方 那刚刚讲到的 综合持股法跟 分层认定计算法的 好 我先讲 好 那我这个等一下再接着说吧 我们记得女士 那我们刚刚 VPass这个平台 它很像是一个企业的数位秘书 它在上面就已经整个 一个企业 你可能所需要的所有的资源 把我过去两年的时间 压缩在十分钟内 实况时间成本应该可以 减少个大概15到20%左右 无论是经营公司 或是想创业 现在不用再慢慢摸索 SME Pass 企业得来速 是企业专属的正部员服务 从创业办理公司登记 到企业资源 提供精确的指引 还有一键取回功能 及时取得企业履历 能快速申请补助 奖项包含营运SOP 政府公文 合约范本 甚至节能减碳 数位转型的评估工具 等有贴心的功能 让经营更有效率 原来我透过SME Pass 我就可以知道说 我公司登记 到底现在要照哪个步骤走 在SME Pass 平台上面 我的企业主控台 就可以时时刻刻追查进度 非常便利 不仅协助公司设立 SME Pass 还筛选企业最适合的资源 满足企业发展的需求 可以帮助你的资金也好 然后加速企业也好 或者是说场域也好 在上面其实已经整合给你 就是一键按下去就整理好 除了提供各项资源 企业履历随手取 不用出门就能快速拿到不同政府机关的企业证明 是申请补助计划 奖项好工具 在这个得来数的网站里面 我们就可以一键取回非常多我们需要的资料 老健保的一些资料 然后企业的登记的资料 然后还有像是国税局的5000税证明的一些资料 所以其实非常方便 想增进营收获利 同时搭成环境勇士 SME PASS的企业营运件检师 能提供企业评估节能减碳的评估工具 让净零碳排的工作更加方便 然后我们后来发现 其实SME PASS 它可以帮你快速地去换算你的碳排放量 然后而且同时可以帮你把它 整个工厂里头的 你输入的数据都一次给汇整好 那其实它可以节省很多 我们在做温室气盘查上面的一个时间 跟提升效率 更快速更便利 只要设定企业专属的个人服务 就能轻松用数位工具 提升企业竞争力 如果我们知道这样的平台的话 其实我们在创业初期 就可以扫走很多愿望路这样子 我很愿意把这个SME PASS的服务 介绍给我的其他企业主朋友 我相信这个服务介绍给他们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非常有感 各位会员大家好 那我们下半场的讲座 那我们开始 那我们也再次邀请林律师 麻烦林律师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刚刚那样还有一种 看YouTuber可以插广告的 那刚刚那个内容 其实现在我最近确实也有收到一些企业主持续问 关于那个股票行动的事情 所以大家如果有想法的话 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 让公司经营相对会具有 比较有弹性的一个方式 而且重点是审视啊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那个公司内部 在处理股票的事情都是蛮麻烦的 我没有演 接着回到刚刚在讲的入资的部分 从综合持股计算法换成分成论定计算法的时候 简单讲当然就像刚刚说到变严格 已经是变严格 那这个变严格的方式呢 大家的理解应该是说在一般商务的习惯上 在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 它一定是 如果我今天要认定说 这间公司的持股比例是多少的时候 一定是原本的综合持股计算法 就是我上面这样子设立的方式 就是那个大陆地区股东持股A公司50% 那这间A公司又在持股B公司50% 那这个时候实际上 这个大陆地区股东对于B公司的影响力 其实只有25%而已 那这样子的话 你要认定它是入资 在原本因为低于30% 所以就不报了 可是在新的分层认定的话 其实就白话讲讲 就是每一层关系里面 只要有超过30%的话 原则就算 那所以在这个情境里面 我抓50%有意义 因为在这个情境里面 本来5050变成25以后是没有的 但是在新的规定里面 它只要在认一段的过程中 超过30其实就算 那这个资格呢 也会在第一次 从大陆股东投资A公司的时候 这50%被认定成 A公司是入资了以后 这个A公司 在持股任何公司 也超过30%的时候 这间B公司也都会被认定 所以那这个 因为毕竟持股的比例 在这一两年修改之后 大家的一般公司的反应 其实并不会那么快 尤其是股东在要调整持股的时候 一般是没有办法说 好我们现在马上说好 去调整 去很快的反应这件事情 所以大家记得在申请相关内容 其实也固定政府 就是相关其他的内容 如果有限制入资的时候 记得检视一下自己的公司 有没有这样子的问题 那再来在受理阶段的时候呢 就刚刚其实已经有快速带到了 在尤其用营位置这件事情 真的好多人在河门 所以我还是爬裂出来 因为每一个公务部门的单位 他们的要求都不一样 他没有一个一致的规定 所以大家记得在不同单位的时候 特别要确定一下 那再来 如果有挂住营本的时候 一定要在上面盖于正本相符 这个也是现在很老派的要求 但现在第一阶段实务上是这样 就是原则 设计上都是先用电子档案 所以在申请的时候 他的所有的文件格式都必须要有电子档 然后传送给承办人员 那承办人员会帮你先确定 这些内容都没有问题 而以后最后最后 才会送一件到两件的书面一份 那我讲的这个都是正式印出来的时候 的那个书面要去做事情 那在电子的部分 在内容调整的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都还好 那再来就是等一下会稍微带到一下计划书在申请的时候的一些小小的事情 跟回到这个刚刚集有带到了 就是跟政府采购相关的时候最大的差别 就是所谓的一约执行 那一约的执行 他原则上就是你要再写清楚具体 而且能够合理去判断你这样的执行过程 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去进行你整个计划的流程 那这个过程中 在审查的时候 你计划书写完 在正式 现在几乎没有所谓的线上审 在补助类型的计划案的时候 原则上都是要经过审查计划的经报会议 那要经过那次的简报会议之后 才会有委员决定是否需要修正 是否要调整 然后才会下一个 是否决定让你取得补助资格的决定 所以现在 至少目前 这一年开始应该已经没有 单纯送件申请就可以取得的 这种类型的 所以大家要针对审查计划 简报这件事情 在申请补助计划的时候 要先做准备 再来在计划的主题里面呢 很多时候会 大家在 可能在公司内不开会的时候 会有 先发想 然后再去进行 那个实际上任务执行的时候的调整 那就是很常见 可是在计划的内容里面 没有办法有这样子的产情 它必须是从一开始 你规定你在计划书里面写到的目标 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内容之后 在最后的执行 它就必须是这样子的样子 它不能在中途去更改你计划的目标 或是计划的成果 是没有办法的 这一点跟在公司内部进行创意发向 或是进行任务开发的时候的状况 不太一样 那这个时候就会牵涉到 最后计划既然要相符的话 怎么样让公务机关能够认定说 这个内容是符合你的计划书的 那这个时候的关键点就在于 你要怎么样把计划的内容具体去划 最好 然后这个是我的经验 而且最好要能够量化 那在那个 这个我待会会直接用 那个七月书 我之前简单的七月书内容做出 那会计明目 我这边也先讲 待会可能会重复 不是我这样提到 我就先给大家想一下 我就先说 让大家想一下 说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意见 待会再提到的时候 就可以再评论 就很多人会说 这个计划的经费取得 是怎么样使用的 这个是很多业主 业主在申请取得补助以后 他们的想法 他们会以为本来大家 说这个计划200万元 那申请补助最高的额度 是50% 100万 好 那很多业主其实在 这个补助计划案里面 就会觉得说 我现在就是有完整的 100万的扣打可以用 那这个100万 实际上呢 是没有办法 在不同的类别间留用 因为等一下你们就会看到 在补助计划的时候 他有区分很多的会计科目的名目 包含人事 房地租 水电 这一类型 然后还有研发 开发使用的费用 那在这些费用里面 每一项 各项间都不能留用 所以我其实可以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场面 就是在会计科目这边 原则上大家就是使用一定可以核销的内容 那哪一些是一定可以核销的内容 就是包含呃 编列员工的薪资 这个是在期间内 你每个月只要有这个月 每个月在跑 你的这个薪资就是一定会付完 那这个也没有什么好去争执的 因为他就是会在劳保区那边就会有记录 所以这种钱就一定消耗得掉 那哪些钱是可能消耗不掉的 那例如说你编列了太多的文书处理费用 那时间到了以后 你没有买相关的文书内容的文件 或甚至是比如说你没有购入 实际上编列的设备器材 那没有使用到的开机科目 你编列了以后没用到是不能合销的 而且这些单据 因为你有编列 所以你这些单据也只能使用 在那个会计科目内 那你只要没有那个单据 你这个钱就是不能用 所以那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 蛮好用的是那个 就是公司的房租 相关的营业租金 这一类的我觉得也是大家很适合 在实际上编写计划处的时候 把金额编列在那个地方 因为他就是固定一个很固定 很固定一定会支出的内容 那那种在 而且他在审核的时候也很方便 因为你的地租 契约书上面就写真金 嗯 有有一些这个问题很实际 因为有一些的那个公务机关会有 有一些不会这个问题 对看机关的有一些机关他可能会直接抓那就是如果不是全部否 的话那就是直接抓二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之间 对那有一些是全部人力 嗯 对那这个就是我说就需要接触的专员事先确认 所有在会计科目编幕的时候 我刚刚一直强调说希望公司有个固定的人力 其实也是在这个点上非常有实意 因为他在会计科目你申请的时候 我们就像我刚刚讲 他第一步会有个电子掌线过去 其实那个承办人他们会先看过电子掌以后 会针对你们的电子掌内容给你建议 那在那个时候 其实针对那个会计科目的编列 有没有问题 或是好不好合销 承办人是可以给你意见 然后也会跟你说明说 哎这个最高团的人认多少 所以你要再去调整 那在这些阶段的时候 就记得要去把你这类似这样 实际上的情况的时候 都要去把他问清楚 那在正式进入审查会前 那个电子掌的编辑 都可以照着这个承办人员的建议去调整 这个没有问题 那什么叫做具体明确跟得以变化 这边呢就是结了之前 有过的计划书给大家参考 第一个就是类似像干客服的东西 它必须要有一个分向计划 那奔向计划里面 它原则上第一个重点是实陈 那再来是那个中间有一个计划权重的这个比例 这个比例原则上是依照那个 每一个计划不同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规定的表例出来 那大家就是照着这个计划的比例 认为合理的方式去编排 那像这个案子里面 它是一个新的软体平台的设计 那在新的软体平台设计上 在一开始的规划跟流程 那比例就不宜太高 实际上执行比较高比例的 就会在B2 这种细致化开发的地方 就把权重拉高 所以像这个就是比较合理的方式 那在最后测试的时候 的比例也会比较低 所以就是在这种细节上 审查委员原则上 都是绝对会去顾虑到的 而且他们很喜欢针对图表 去发表去给意见 所以在制作任何的图表 当然不是说文字就比较随意 但是至少在制作任何的图表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贯的逻辑性 跟一致的内容 那像什么叫一致的内容呢 就像现在这样 嗯 像刚刚这个针测图出来之后 就像我们说的 什么叫具体明确 跟可以执行 就是在文字说明的时候 刚刚一样是 A1 A2 B1 B2跟C1 C2 那得以量化就像是A1里面 每个月针对A2 B1 B2 三个项目的会议进行至少一次 这个就是我说所谓的量化 那这个东西其实很容易 本来会议公司里面的进行 本来就会做啊 可是实际上 你在写计划书的时候 就要把这个东西呈现出来 它不是废话 它是一个 你在最后结案的时候 你每一次的会议记录 每个月入搜 现在执行期间总共12个月 那你量化书 每个月至少一次 那你就在结案的时候 你就可以附上12次的会议记录报告 对一个这样的书面的方式 来去符合这一个项目的查核药品 那再来像是 嗯 你那我放好 嗯 我点扯到 嗯 没关系 那 呃 画面里面可能有点解到 像C2的地方 那什么叫做搜寻的优化跟广告测试 那搜寻的优化的时候 其实可以请协助你下广告的公司 他能够出一个 像有一个Google 他会出一个他们针对这个广告你投标之后 你的实际上他触及率啊或什么这种报表类的东西 在这个时候也可以拿出来使用 那像广告测试的内容 算不过要怎么写 是因为你踏到 但他就是你可以把测试出来的结果印出来 作为查核的时候的基础点证 这个也是一个做法 所以 实际上在执行这个内容的时候 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就是照着执行 我都有做 可是为什么没有办法过 他KPI的考核 有时候其实是少了这些这样子的文件的输出的东西 这个部分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想想要回馈讨论一下 因为这个其实是比较需要细致跟客制化的东西 因为每一间公司的产品其实不太一样 那针对不同的平台或是不同的内容 他需要去查核的写法其实也会有点不同 那所以我只是尽量的举一个这样子的例子 给你们看说 量化的意义跟具体的程度 大概是造成这样子 先讲一下那个 这个 这就是我讲的刚刚那个会计科目 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比较重要 给大家看一下比较有概念 不然一直去提说 那个会计的编列啊预算要怎么填写啊 其实是 那像这个经费需求表 其实一开始并不是长这样 这个就是经过承办人的建议之后 那原本的需求表呢 是每一项都有填上的 原本是每一项都有填上的 那这个是经过承办人员的建议之后才修改 那他为什么这样修改 那他为什么这样修改 其实很简单 因为在一开始送审的时候 这个案子里面 他提供的内容就是 第四点委外费 就是做这个平台费用 跟这间技术厂商签的合约 这个就是在委外费的时候提供的单据 那他看到这是很明确的东西 金额也很确定的 所以他是建议说 把金额确定的东西拿出来写 那就放这样子 那再来呢 就是像第一点 我刚刚讲到的人事费用 那人事费用在计划书里面撰写的时候 他必须是 就是联名待信的 所以有包含你的员工是哪一位 那你为他投保的劳保金额是多少 他现在的薪资是多少 在这个计划书里面是都会呈现的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的计算方式就是用选择的那个员工 他的费用跟工时去计算 那那个工时这边也有一个小美角 因为一般来说 例如说他的薪资假设是5万元 那他一天的工时是8小时 他整个流程期间12个月 每天都8小时的话 那这个员工当然他的薪资就是用5万计算 可是大部分的时候 承办人员会说 这个员工是这个计划的专职人员吗 他有参与什么内容吗 那在大家想象一下 在这个 case里面 因为他是以委外制作平台为原则 所以这个员工他在做这个执行这个计划的时候 他并不是一个每天需要使用到8小时工时的情境 那所以他在填写计划书的这个预算表的时候 他实际上是用每天2小时去计算而已 那所以他实际上填写的时候 他的薪资呢 就是用5万元去出于4分子 来作为这个他在编列的时候认列的情统 这边也是一个 就是实际上跟大家想象填写的方式可能会不太一样的 那再来房地租金 水电这些其实也都是可以建议的 那只是因为这个案子里面 他最高的扶助金额是50万人 所以他觉得他原本填写出来的内容就已经远超过这个数额了 所以他才把剩下一些其实可以拿出来的项目就不用拿了 就放着 就直接流空填零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第一个关键就是不需要把每一个项目全部填满 流空填零是OK的 这个跟大家的想法在一开始会有点差 这是可以的 那再来就是填写 好填而且金额确实可以完整合销的 这个大概就是 每次来就是作为误问角色 如果针对填写这个金费需求的重量 我觉得大家会有的一点盲点 跟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那建议上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处理 那大家最后就是 比如说最高50%嘛 那但是这个案子里面 他只有取得36% 那为什么这个是不一定的 实际上他最高数是他没有错 但是在实际执行的政府捕捉案里面 委员其实会帮大家打分数 所以在帮大家打分数的时候 他会依照 他有一个内规 他会依照那个出来的审查计划简报的内份 简报的时候的分数 做最后的评价 那分数越高 差数越高 就是这么现实 如果他也有可能给你过 可是这个计划跟这个审查计划的时候 他如果在当下呈现的效果并不好 让这个分数比较低一点的时候 他的股票比例会很直接的连带下降 那这也是另外一个 为什么我说大家要有一个专职员工 或是去专程处理这件事情 因为他在呈现你那个简报 跟说明计划内容的时候 会很严重直接的去影响那个分数 所以一定要由一个 非常理解计划内容的人 去进行这整个流程的设计跟进行 在最后得到的结果会很好 像最高是50% 那最低我印象中很少很少 很少超过25 很少低于25 所以大概就是在25到50%之间 那像这个案子里面的话 那就是对那个审查委员来说 他就是觉得就是OK 中等 那就给你一个36 33%左右的 那剩下的细节就是 在审查报告结束的时候呢 大概是30天左右会给你 我刚刚讲到的一个结果 分级通过 副条件通过或付与通过 那很多人现在可能也会想 好奇一个数据 是说付与通过的比例 大概是多少 依照台北市政府好了 依照台北市政府 因为案子比较多 因为毕竟公司 还要设立在台北市的多些 那布与通过的比例 大概是30几% 实际上目前为止 大概是30几% 那大部分都是分级通过 那分级通过 会给到50%满的 大概是3%左右 所以大家不用认为说 换句话说大家不要期待说 这个东西一定是 我申请的就是50% 其实没有 原则上是以取得30到40% 之间的补助为原则 那付条件通过的话 就是会依照各个计划申请的 类型不同 然后会有不一样的条件 有些条件也会很有趣 例如说 像刚刚这个案子的话 它是这个平台 它因为当时有 斯大运在申请 那个相关程序商标 或是公司设立的需求 那有一些停用品类的 所以它那个时候 政府就会希望呢 这个商标平台做起来的话 那它就要提供 市政府某一段期间 或多少次数 无偿让 国外的厂商使用 那它限定合作的国外商商 它就是附了一个 类似这样子的条件 那大家可以依照 自己公司的产品的不同 可以去想想看 会不会有一个 不同的想法出来 另外这个条件原则上 虽然是可以沟通的 但是呢 还是常常会听到 来问的客户是说 这个条件 其实并没有呈现在 审查会议的时候 而是收到韩文的时候 才例外的发现 附上了这个条件 那这个时候 能不能去调整这个条件 我觉得是原则上是不行的 原则上 应该是我原则上建议不行 就不要再去调整 因为再去调整的时候 整个流程会再重跑 那除非说这个条件 完全不能接受 那是应当评论 可是如果以事前 事情顺利进行的话 那原则上 即便这个条件 出乎意料 但是只要在能够 予以执行的范围内 我建议大家就轻松 但是正常情况下呢 这个条件 会在审查会议的时候 有些委员 就会直接先提出来 所以大家如果在那个当下 甚至是建议大家 其实有经验的人 可以在那个当下 询问委员说 针对这样子的服务 有没有什么可以协助 这个公务机关单位部门 去进行另外一部分的合作 或是合理的协助的内容 那他们也许往这个方向去想之后 这个条件就会在 你们提问的这个范畴里面 就比较不会让大家这么意外 所以大家其实 听到现在应该可以理解 在审查会的时候 那份简报 那个审查计划简报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在第二点呢 这E3刚刚有讲到 在第二点的时候 其实是现在 可能没有那么顺利了 但是在前一年跟前两年的期间 原则上因为能够受补助的类型 其实蛮多的 每一个中央机关到地方政府 其实都有不同的计划在进行 所以有一些承办人 那他们通常是委外 例如说可能职策会 可能工研院的承办人员 一个专案人员调度过来协助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其实都很愿意去把他们自己手上 如果可能有的其他专案介绍给大家 那他可能想一想觉得 这个计划可能某一个厂商 已经有类似的进行 但是呢 他们可能有某一个另外的补助计划 其实还有缺业绩 他们是会转介你们过去 甚至会协助你们去调整 让计划的呈现更适合那个方案 所以这个东西是大家如果最后在 呃跟陈曼的联系的时候 我会建议 如果他给你的讯息是 这个内容不是那么的符合 或是说这个计划 他还不是那么的成熟具体的时候 大家都还可以不要放心 想想看还有没有其他类似的事情 可以去申请 那这个就是实际上比较容易出现的情况 也是第四点 大家不同的阶段 其实不是一次性的一种几步 而是分成大致上都是三个阶段为原则 那最近有越来越多是那个期末的部分 比例降低的情况 所以这个 但是每个计划不同 大家就一计划不同的调整 只是他这个比例定出来之后 原则上场上是没有办法去去动它 只能说就是 一开始在选择投标 选择投计划的时候 就要考量说 他这样的资金费费是不是 那甚至说其实 很多 很多老板们在跟我讨论的时候 他们其实都会想 后来其实都会有个结论 就是 这个补助费用原则上 不要当做执行的流程中 必然取得 或是必定能够跟上自己 契约几步实程的这种方式来使用 还是要 老板们自己还是要准备冲突的资金 他比较像是后 这个观念大家还是要有 他比较像是我执行过程中 其实本来我钱就够 但是呢 我在执行完毕以前 或是执行过程中 多少会会有补一些活水进来 当做一个弹性的利用 但是不要把这个申请计划的钱 就当做这个计划执行必要的范围 这个是一个在营运上 我觉得也很刺激的情况 所以很多老板们 其实计划就是 比较像是 紧张天花 是一个比较紧张天花的方式 去进行政府计划补助的申请 这个观念 我觉得大家是要先发来先上 好那最后就是实地访查 实地访查在那个这几年 分两种 一种是只要没有出什么状况 原则上都不会来访查 是访查有出状况的计划 但是这一两年 随着那个委外单位越来越多 他们的人力其实编制也比较充足 所以 几乎在最后 就是第三阶段的结案以后 在结案报告提出前 他们其实都会 就在期中到期末的这个阶段 大家就期中到期末这个阶段 原则上他们还是会 一直一直太个人来确认一下 你们的东西准备好了没 你们的计划 有没有照着原本的计划书执行 那这也是我刚刚前面带到的 为什么我会说 尽量在前一个月开始准备 那其实某程度上 经验上其实就是刚好 那个时间点开始准备的时候 会可以cover这个实地访查 他需要看到的东西 那这个就关于管考的时候 管考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会计科目 那还有你相关的单据 更何必的具体那些事实 有没有完成的进行 那原则上都要跟预期的成果相符 而且就是很 很没有意外的完完全全的照 你说要提出几份就要提出几份 什么时间点要提出 就要什么时间点提出 这些记录原则上在这个时候 就是安安全全 老老实实地照着原本的计划书写 这样是最保险的 我切那个附件衣 这边我就先拿109年将地方政府就高雄的SBIR的手工来带大家看一下 他这个行政契约就是政府补助契约原则上都是行的区域 具有工法升级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带大家看一下合约里面比较重要的内容大概是什么 第一个 这些这个计划书很自私 所以大家如果未来在申请的时候 原则上那个看到计划书跟这一份 因为我特别讲 就原则上不会跟这一份的那个落差太大 当然有一些针对不同的计划项目的时候 那个细节会有点不同 但是大部分的权力义务关系都是跟这份一样 那执行 例如说内容计划 这个就是以附件计划书提供的内容 写的内容为准 那执行期间是最重要的 我刚刚讲期限 期限绝对要注意一直注意 而且这个期限不止这一份计划书的期限 还包含期中报告的期限 期末报告的期限 那计划经费跟补助款原则上在 呃除非在委员提出 那个审查报告的时候提出修正 不然原则上都是照着实际上的那个计划在 计划书的内容在 这 然后你看这边就我讲的期限的部分 特别帮大家放黄色的表现出来 这张合约里面它的做法呢 就是第一期款先约以后就补助 那第二期的时候 是在执行期间到了 提出结案报告 这个它是分两期 然后提出结案报告 会期报告 然后出席审查会议之后 才要再经过审核 申请拨款 所以它是不是说时间到 这个地方单位 它就会自动拨付 实际上时间到了以后 准做好了 我刚刚说的那一些一个专员 他们进行整理 资料的整理跟准备之后 然后申请拨款 一定是申请才会拨款 它是一定是这样子 它不会时间到自动拨款 那这个东西 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 那是的话 就是我说的 如果不是照我刚刚 提供给大家的那个建议 就是完整的 把所有的经费用完的话 那原则上 它动资未来的部分就是 你有编列 但你没有办法 回销的单据或内容 就是所谓的没有动资的部分 那就会扣解 对 那原则上呢 其实政府在这种补助计划的时候 他们是不希望 他们的多付的款项 没有按照合约的 他们的逻辑是这样 他们是不希望 所以是大家尽可能的 也就是配合政府 把相关的单据 用最可能完整合销的方式 去进行申请 这是其实也是 承办人跟政府他们的期望 对于他们来说 补助款的扣装跟追剿 其实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那这个经费查核指的就是在通常发生在期中跟期末之间 那那个审查委员来的时候 他们是有权利可以随时查阅 关于这个计划目前实行的文件啊 单据啊 或是上次啊 如果在那个实地访查的时候 没有办法提供的话 很有可能 他在内部的时候会针对这个项目 就针对这个计划项目 他们是会注记 那在注记的不利益是什么 原则上注记的不利益就是在期末核销的时候 会获得一个比较严格的托察方式 那在第九条 这个是提醒大家 如果针对研究归属的时候 他文字上的文字上的书写就是像这样子 以方原则上就是各位厂商 那在执行的技术知识 智慧安全原则上还是厂商自己所有 他们都会这样子名列 可是名列之后呢 在第二项他们也还是会这样子写的 比如说经济部或是地方市政府 可以用公开的方式请求你 补偿 请大家要特别注意 补偿这两个字 在这一份国约里面几乎是一定被保留 所以他们其实在保留了一件事情 所以我刚刚说如果大家研发或是开发的技术 其实在市场上的执行有一定的价值 或是在呈现的过程中 你有一个时程上的安排的时候 真的要好好的注意 要不要用这样的方式去申请 因为到未来的时候 那个无常要求 虽然说很少遇到政府机关主动在说 那通常他都会涵盖在那个 结案室查报告的时候提出来的法序里面 那除了他们提出来的条件以外 不太会再这么做 可是就是要提醒大家 这一类的永远都有保留一个无常或有常授权 那原则上呢 都是用无常的方式 请求你再给他们做什么样的合作或是方式 那所以如果针对这个点非常介意的产商的话 那建议去衡量一下这个政府计划补助的金额 跟这个产品它的价在市场的价值 去衡量一下这个东西再决定要不要去做申请 不然虽然大家一看到第一项都会觉得没问题啊 制裁权都没有移转 可是实际上麻烦的时候 你看那他基于说无常的理由是什么 他们就是很广泛国家里研究目的 无常 请求提供实施这个本研究的结果 那这个我会觉得 以例如说一般公司对公司的角度来说 这样子的条款在我的角度里面 我是绝对不会给他过 但是因为他是一个政府对厂商的补助性质 所以他会认为说我自己是有给你好处的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东西抓得很棒 而且因为这个东西在补助的计划书里面 原则上已经是一个很自私的条款 所以我只好提醒大家在这个部分多注意 如果真的很重要 如果真的很重要 那就考虑要不要用补助的 就不要用补助的方式去进行这个系统 这个研究的系统 那计划变更的延长 这是我刚刚有讲到的 那原则上 这是唯一这一份跟政府补助计划里面 能够调整的内容 也就是延长 大部分就是以执行期间的部分 是唯一可以调整的范围 那就是注意在延长里面的时候 每一个计划不同 有针对不同的延长期限 那像一般来说 这一类的计划是12个月 那最多延长是两个月左右 那如果是执行24个月的 延长大概可以到半年 经验上大概是这样子 因为每次大家看到7月的时候 都会觉得哇是这么多 所以我后来都是直接把重点的 就是用特别这样子把它调出来 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只要看这边就好 好那再来12跟13条 是那个契约关于解除跟中止的差别 那解除跟中止在契约上 很多人会觉得说 不就是把这个契约给停手掉吗 那实际上它在那个法律上的意义 是有点不一样的 在契约解除的时候 是指整份契约 大家想象到解除的时候 是指整份契约 从一开始就不存在 所以如果走到解除的时候 表示表示双方的进行的流程 跟执行的内容 全部要回复民众 这个是解除的效果 所以相对的解除是很严重的 那在经验上政府很少 在跟民众解除期限 比较常见的情形只有一种 就是在申请的时候的那个计划内容 是违照 就大概是这么情况 你提供的资讯是违照 假照 比如说你证明说自己执行这个 补助计划 执行这个研发计划 有什么 我取得了什么样子的内容 但是基于某 比如说基于某个专利 去进行下一步的研发计划发展 那后来被发现 你声称的这个内容呢 其实你并没有 大概到这个程度 才会让整个计划 进入到所谓的基础 那正常来说 如果有什么意外 或是大家执行上有什么闪失 情势变分 通常都是走中止 那中止跟解除的差别就在于 中止的话 简单说就是已经给你的不用缴回 你只需要缴回 你还没有使用到的金额就可以了 那解除的话呢 效果就是所有的款项 当做这个契约不存在 全数法 不管你使用的方式是什么 那这个就是在契约解除跟中止 即便差两个字 大家可能观念上都觉得就是cancel掉 但其实有很大的差异 这个部分 也是为什么在契约上 它会区分成两条来写的原因 因为效果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也是我觉得在 这一次讲座里面 大家一定要记得的朋友 因为走到解除跟走到中止 对公司的利益来说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下面我画起来的就是文字版 那我刚说明的就是白画版 那所谓以波附 尚未执行不符合本计划符团 意思就是反正已经用掉 确实用掉的还是会给你 那没有用的才要换 白话就是 那解除契约的时候 那解除契约的时候全数的补助团 翻翻 而且是包含利息 这个其实有一点 就是政府补助给你的金额 如果有迟播的时候原则上是不算利息 但是如果要还政府的迟播的时候 就会被算利息 合约都是这样子行 那在强细执行的部分是依照 那个行政程序法148条给予的权利 所以如果他真的不走诉讼 不用想说要跟政府打官司的时候 一定要官司可以拖很久 跟一般的公司一样 就是进入诉讼可以拖很久 拖完有个结果有个判决结果 才进行 那个实际上去移转财产的这个动作 但是实际上呢 如果是跟政府 这一类的行政契约签下去的时候 如果真的有什么情境 他们是有机会直接引用这个条款 然后去进行强制执行 把钱要回来 那如果真的要有诉讼或什么 这个还是继续造成 那这个部分就是我说 通常政府在要求完以后 他都会要配合给予的要求的内容 就是三年内集合 就是后面集合的责任 并不是说在结束的时候 他就结束了 那划成七月的文字的时候 他就是这样子写的 三年内配合本就是甲方 然后提供成效的相关资料 然后配合推广 或是配合宣传 那这个就是我说 在契约结束后 其实还是有程序的义务 那常见的是一到三年 依照每一个计划 不一样的 会有不一样的内容 我前程出现了 这个就是已经过了时效的东西 我才把它买出来 给大家参考一下 这个实际上呢 就是如果你通知 通过了这个计划案之后 你就会收到一个这样子的函 那这个函就是我刚刚说的 审定函在前面的那个简报里面 那这个审定函呢 就呈现了两个最主要的结果 那你看通常收到公文函也是这样子 我们是揉揉的 那我也是帮大家把要看的东西 直接标出来 你看主文第一页完全不要管 重点是在于这个地方 创业补助它到底补助你多少 它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呈现 然后补助总额也会写得非常清楚 所以在第二第三点 才是实际上收到这份通知函的时候 要查核的内容 那重点你看 像刚刚我说到的 我们被这个计划里面 被附条件要修改的呢 而且它是强制修改我们的计划书 那这个KPI原则上 应该要放在计划书里面 但实际上最后送宴的时候 那个计划书是没有的 所以我说 这一份审定函加计划书 都会成为契约的一部 效果 大家要理解效果是在这边 那我们被加进来 这一份合约被加进来 要增加的内容是什么 就是加入 其实这蛮过分 说真的这蛮过分 因为它要我们 因为我们申请的是中文文台 但它要我们 也重拾加入英文的界面 然后加入英文界面目的呢 就是要让海外的团队也可以使用 所以其实这个负担是蛮重的 你看它只有补助最高50万元 但是实际上 它要求的这个内容呢 是会让这个整体的开发金费 其实是会上升的 那所以大家在针对这样子的辅助结果的时候 就是给大家看的目的 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 可能有这样的情境 那这个这样子的意外 是不是在大家的想法 或是能接受的范围内 就是大家在申请的时候 未来在申请的时候 就要先有新准备 要有预报的 那像我会觉得 这个案子如果在未来 就是在能够回过头去调整的时候 就是在审查阶段 在那个报告会的时候 其实如果我们能够确定 审查委员当下 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预设说台北市政府 当时在执行什么其他的计划 或是正在执行什么事情 那科匹就是蛮会凹的 所以 所以他那个时候就觉得 哎 我们在这个计划底下 有这个需求 那他就是硬是把它加进来 但我们还是接受了 然后也去做这样的事情 可是大家在执行的时候 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 在审查阶段的时候 主动去询问 就是这个公务单位 他有没有需要 我们就是这个计划里面 能够结合协助的地方 在当下就先提出来 让未来收到这个通知的时候 或是审查委员的意见 会限缩在大家 曾经拿到来讨论的这个范围内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想法 那再来时报时销 这个是一定的 那你看 接下来第二个 我画的这个部分呢 就是 除了契约的内容约定以外 还需要在三年内配合的事项 那这个是台北市政府的版本 效益追踪 这个其实还好 就主要就是 只要你有留存你自己的资料 效益追踪其实是 市政府内部 那比较重要的就是 还是第二跟第三 如果在有特定需要的时候 或是说您制服一夜九 各位你们的产品 是类似像广宣行销 这一类型的范围中 很容易会有第二项的发生 那就要看你们执行的内容是什么 原则上 刚刚有一个重点在这边提出来说就是 这个负负担的条件 这是我的法律上的用意 他提供你审核通过了之后 他还是负了一个条件 那这个条件在法律上用意叫做负负担的条件 那这个负担的条件 其实是 有办法去调整 其实有办法去调整 可是就像我刚刚讲 他在实际执行的时候 因为流程 实务上执行的关系 所以不好去提 不好去再去做反馈 或是不好再去去把这个函给撤掉 所以只能用预防的方式 但是在实际上负负担的调整 在法律上是可以调整的 所以如果 而且他有一个很重要的限制是 这个负担的条件 必须要跟你的计划实质相符 他不能提出一个要求 是跟你这个计划完全没有关系的内容 要求你们去执行 这个观念大家可以理解吗 其实要跟你执行的计划内容相似 你不能够提出一个条件 是说跟你这个计划完全不关 那假设用 嗯好有点难讲 但假设用这个商 这个特殊的商标申请平台来说明 他今天的条件如果改成是 这个平台的内容 这个技术 有可能要授权给其他相关的平台使用 那这样就是绝对不行 因为他根本就无关 无关我们的计划 而且他有可能涉及 这个平台设计的营业秘密 然后是相关的制裁权的内容 那这种就是完全不行 他比较可能 我们一般的理解 那可能就像是 呃不要求设立英文 但是他要求说我们要给予 我们要给予 呃 某个 台北市政府内 然后在某个跟这个计划相关的情况下 然后我们要协助 几组人去执行这个 用透过这个平台去做执行 那我觉得这是勉强还ok 大家可以依照各自厂商 你们的产品跟服务内容去想象一下 就是大家可以实际上看 如果有什么 等一下觉得 是一个插边球 或是曾经有什么样的经验的话 大家都可以提出来讨论看看 不过以台北市政府的角度来说 通常不会到太over 但比较多是怕 嗯 比较没有经验的单位的时候 或者是 呃 我就工研院的举例 如果工研院 因为他们通常 某些计划单位 会是工研院的人协助 呃 某个中央或地方机关去执行 那工研院的人 他们找来的委员 或是厂商 他们可能会觉得 哎 其实这么做也挺好的 但是他们忘记 也在审查的时候的那个身份 必须是以台北市政府 假设例如说这个案子 必须以台北市政府委员 他们家的那个条件 有可能是 确实对资讯软体产业有帮助 确实有 但是跟台北市政府的计划 其实没有关系 那这样也是不行 对 大家要有这样的想法 而不是说 对方提出一个什么样的条件 都是绝对要反应 以防万一 通常不会太夸张 但是大家要有一个想法 是是要以防万一说 有不合理的事情 那实际上这个第九条 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毕竟它涉及说要缴回补贴 或是配置这个处分的情景 那大家大致上都不拖这几个要求 第一个就是你执行的计划内容 跟你的计划书有一个很明显的落差 或者是说你很明显在審查的 为什么其中到期末審查的阶段 是地方查的时候 他发现你根本没有在执行这个计划 那这种就是在挂号核的地方 那还有计划三确实执行 但是进步落后 那这个没关系 重点 挂号三的重点在于下面这一段 你无正当理由拒绝查核 或是这个查核的报告 最后在结案的时候查核不合格 然后也没有办法改善 那这样也有可能会直接让这个计划 直接用策尾去解除它 我觉得如果到真的很严重的情况下的时候 你看他是有到保卫月条款 限期交回全部或是一步的补助款 所以关于 我觉得对于 大家要对于政府补助的这个观念 计划的执行的观念 不是说你的计划怎么执行 我觉得比较要花心力的 反而是怎么样配合管口 这也是我这一场 就是简单的讲座的时候 一直在给大家提供的观念 执行真的不是那么的重要 而是管考的时候 你能不能照着你的计划书提供 能够符合管考的内容 这个其实才是在 勤理补助案的順利结案的时候 最重要的事情 那下面的就是比较 划算一点的 就是比较偏违法行为 那当然他们做的策略 超出了一点点时间 那今天我的说明大概就到这边 那再看大家有没有什么 因为今天的内容 然后有提出什么新的想法 或是出类访风的 就欢迎大家提问 什么 不好意思我小请 请一下 大家有提到 他的重条件 就是配合事项的部分是可以增 但是像上面 那边比如说 像刚刚有讲说 增加英文版 然后 那这个其实可能涉及成本的问题 而且是啦 公司认为说 你家的这个条件 让我其实 可能比我原来预定的开发金 还要高 对 用外的钱 对 那我可能接受这个补助网 可能 原算你会亏 对 白人会亏 那我有理由可以拒绝签约吗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所以他如果 那个事项下来 我们认为说 其实你也没有事先讲 然后也 超出我原来计划 的那个 对 算的话 所以我们可以 合理的拒绝 对 可以付理由 跟承办人 书面 通常一定是用书面的方式 然后说明 影响的成本 那通常的流程会变成是 那因为那毕竟是审查委员的意见 那他们会再通知那个审查委员说 反映这样的情况 那 说真的 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如果你只申请补助 大概30万元左右 你却因为要补的这个要求 多支出了超过这样的成本的话 那这样就没有补助的意义 那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承办人员是不会刁难 那甚至有可能 審查委员会觉得 有这样的情况 那他会觉得去调整这个内容 是都没问题 只是说要不要去调整这件事情 跟接不接受 呃 某程度上 比实际上我们比较遇到的状况 是会不会影响你整体开发的精神 因为有一些厂商还是会比较习惯说 确定这笔钱有进来了 确定拿到这个计划的那个补助了 然后才正式开始 其实也是有 但是我会觉得像如果是这种情境 就回到我刚刚其实有提到 尽量不要让这件事情 变成计划执行的必要 那他是一个井上天的话 你还是要能够有自己原本执行的条件 然后直接去执行 如果有获得不住的话 那就当作是一个节省成本的方式 这样子才不会让在这个 这种行政流程沟通的时候 去影响到公司研发或是开发的进步 像刚刚那个 对啊 但如果你是有坏 但还有其实它也会影响成绩 因为你本来没有这个工作项目 然后你这个东西还要开发 然后当然 但它也会已经已经跟你原来的计划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我 我挑这个案子就是 我特别挑一个 它是一个有点插边球的东西 所以会让大家 比较明确的去意识到说 这个条件有可能是不能接受的 而不是说大家会每次收到光文函 来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就是该造单权的时候 就是没有 只是在这个案子里面是就造手了 我请教一下 DiR部分 那如果我们公司 你现在就有开发 再完成 那 你还没有发现 那就可以 可以 可以 这很常见 而且大部分的厂商 通常都是 其实是已经开发到一定程度了 然后他才觉得说 因为有时候是实陈的问题 他可能这个计划先执行 但是后面 SDR每年度的申请时间才跑出来 所以他已经拿执行了一半的东西 来继续去申请 这个绝对没有问题 原则上就要等下一次的申请领布 你如果是这样的话 流程上会拖很久 因为他会进入一个状态是 你们先拒绝 那先拒绝之后 他们会撤销这个额定 那撤销这个额定之后 再进入后续结案的部分 然后把这个行政契约之类的东西 完全会复原状 然后这个流程 其实大概就会三个月之后 很容易就会进行到下一个阶段去 所以承办人在我经验里面 应该给你一个建议是 那你干脆就等下一个提示 然后再重新申请就好 那这个内部的流程 就不要再沟通 他们就自己去结案 然后去解释 那如果各位会员目前现在没有想到问题 那等会下课之后 有想到问题也是可以E-mail 可以转答 那今天会后呢 那我们也会把今天林律师的奖励 我们会在各方面上 可以给各位做下载 那另外呢 我们今天 买一度问卷 也就是如果有希望我们 在提供一些什么样的课程 也可以在我们的 买一度问卷上面 帮我们做填写 那再来呢 有觉得有兴趣的话呢 一样也可以就是 来帮我们做你的报名 那我们今天也非常 谢谢林律师的帮我们 做了分享跟讲课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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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